大家好 有一個樓盤我相信 自我們對上一次拍攝 都可能超過了兩年沒有回來看過 樓盤位處於珠海灣仔這個準豪宅地段 之所以叫準豪宅地段 因為以前沒有人當灣仔這個區域 是一個豪宅級的地段 以前大部分都是替情女路等等 但是隨著 澳門的一個若非晚進的經濟實力 以至到灣仔這一邊 由以前可能吃海鮮等等的一個地方 變成越來越多的樓 而且樓盤能夠看到海景 甚至乎看到澳門海景的話 整個情況又不一樣了 多了有錢人願意搬過來這一邊 樓價都慢慢慢慢繼續向上走 再加上這個位置 近住 相當之具有潛力的一個板塊 就是環琴 所以為什麼在 大概六七年前 這裡已經說潛力無限 很多有錢人願意搬過來 因為連著旁邊的十字門的一個發展 是相當之巨大的一個 優質的 兼且具有前景的一個潛力地塊 之前有觀眾說這個區域裏面的 藏龍灣 賣了幾年都未賣完 大家都知道這個物業是什麼 等等 其實這件事我未必很認同 雖然你經常都可以 以一個樓盤 賣得快還是慢 去確定它是否吸引 又或者地段是否優質 但是有時候有些 不是很漂亮的地段 但樓盤夠便宜的 都可以變成日光盤 早前我們有一個坦州的樓盤 影片播出街 人們打電話來 原來已經搶貨了 都沒有辦法 因為有時候 不是我們去決定樓盤賣得很快 但是你說坦州那邊 是否一個很優質的地段 不一定 最主要就是 它這個這麼近珠海的位置 價錢真的賣得相當便宜 所以就多人搶購 至於灣仔這一邊 本身已經晉升為準豪宅的板塊 它的定價肯定會較為高一點 但是如果以情侶路那邊的豪宅 真是一個賣樓的步伐去看 其實有一些盤 去到現樓 都還有貨尾 而且可能擺了10年 都還有這些豪宅的貨尾 但是可否表示這樣 其實情侶路那邊 是一點都不吸引 又或者不值 這樣的一個豪宅地段 不值這個價 又不一定 因為有時候這些產品 真的要遇到有緣人 有緣人除了是緣份之外 還要說 是銀紙 金錢的緣 你沒有這樣想 錢的人 過到來 你看對了 你都買不起 所以有時候要放到現樓 等待有緣人的出現 個別有些香港 真是山頂級的豪宅 等等 其實都是放在這裡慢慢賣 你不會聽到那些山頂豪宅 一賣就賣光 就算是新鴻基那麼厲害的發展商 之前的倚聯 都是一個一個別墅 慢慢賣 回到我們這個 十字門 其實十字門這一邊 既然已經進升到豪宅的地段 所以有些盤 賣得久都沒有賣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天一居 其實比起 床龍灣那邊 更早就開售 2016年2017年的時候 它已經是 發售的一個樓盤 所以有些人認為這個項目擺了幾年還沒賣光 又或者好像天一居一樣 2016年2017年開始賣 到現在都沒賣光 一定不是好 其實我相信你是不了解這個市場 不了解這個行業 或者是不太了解 珠海豪宅的一個 市房 實房 情侶路那邊 很多超過了十年的樓盤 仍然有一個收留 現在我們簡單看完這個行拍畫面之後 就交給我們主持一機 帶大家去了解一下 現時這個天一居裏面的最新情況 到底是怎樣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 今天我們就來到灣仔片區 這個豪宅區 這裡就叫天一居 這個地理位置 也是非常之可以的 由人工島到我們這個樓盤 大概是需要15分鐘 你就可以到 這附近的商業它正正就是正中間 往我們的左手邊去 可以去到珠海市區的華化雙刀 這邊過去都是10分鐘而已 在這裏 進去十字門窗戶區的華化雙刀 琴澳新城那邊 華化雙刀 亦都是10分鐘 這個是一個中間位來的 大家不知見不見得到 我們對面 在澳門 就是澳門了 澳門的觀光塔 是的 還有我們整個樓盤 它是有一個澳門的發展商來打造的 所以它這邊的戶型 會更加貼近一些港澳的風格 還有它這裏有一個大的亮點是什麼呢 它這裏所採用的物業管理 是世界級排名 叫 大德良行的一個物業公司 是的 我們先看一看 這邊 它是一棟已經賣了 也是收樓入住的 現在買的都是現樓 這邊的話 就是大單位 200多方 和300多方的一個大單位 180多方 和8多方 就是這邊 三棟 的這些單位 還有隔壁這個 希爾頓 這個酒店 亦都是他們 建的 這個地理位置 亦都是不錯 大家也都見得到 我們這個圓林的這個風格 它全部的單位朝向 都是望去 澳門的景觀 和一個豪江的景觀 視野都是非常之開闊的 還有隔壁呢 亦都是一個游泳池的 這個游泳池的配置 是給業主免費使用的 是的 現在我們先去 樣板間 看看有沒有合適大家的護形 好啊 現在呢 在我們前面的 就是我們天一居的三棟單位 現在呢 聽聞呢 一棟就已經賣光了 那麼就正底 就是有中間的這個 柳王單位 和隔壁呢 一些百幾方 這些細單位 那接下來呢 就有請 張小姐 跟我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天一居這個項目的 大概情況 我們現在的位置 是這裏的 項目是由 三棟高層住宅 加一棟五星級的 希爾頓酒店 組成的 那麼我們一棟呢 是賣光了 在售呢 是二棟的天匯 和三棟的天園 那麼二棟呢 賣的是大單位 有203的四房 377的六房 三棟呢 分為一單餘 和二單餘 有這個116的兩房 123的兩房 可以改成三房 以及178的三房 那麼現在 除了這個377 是無批膠樓之外 其他都是精裝膠樓的 那麼均解呢 在46,000左右 那麼配套方面呢 每一棟的二樓 都會配有一個健身房 那麼三棟呢 還有乒乓球室 以及瑜伽室 室外呢 都有一個大泳士 那麼這些所有配套呢 都是對業主免費開放的 那麼停車場方面呢 我們有地下三層的停車場 是的 大概情況就是這樣 那麼管理費呢 管理費呢 就是 五元半一個平方的 那麼我們是大德良行的 物業公司 是的 大德良行 是的 亦都是世界知名的 這個物業公司來的 是五大行之一的 那麼這裏其實是有什麼賣點呢 這個豪宅區 那麼首先呢 我們是 一字排開 前後是沒有遮擋的 那麼是 直接對著我們的澳門塔 那麼背山的 那麼所以 無論是 自己住呢 因為風景非常好 又是一個天然的洋巴 那麼對身體非常好 那麼我們又是一個 灣仔的 珠海的一個中心位置 那麼我們無論去市區 還是去橫琴 都是一個必經之路 那麼我們 交通方面呢 我們去 無論是去澳門還是香港 都十分之方便的 那麼我們斜對面 一個 灣仔厚岸 嗯 步行的話 十分鐘就可以去到 那麼 坐船呢 三分鐘就直接到達澳門了 那麼我們又是一個 港珠澳大橋的落腳點 那麼我們去 香港 整個過程都是一個小時左右 嗯 大概就是這樣 嗯 那麼好啊 那麼現在事不宜遲呢 我們先去看看這些示範單位 好這邊請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來到天悅 就是在售的單位 樓下的洞數 那麼天悅呢 它是分有兩個單元 是啦 就分一單元和二單元的 那麼就是面積數呢 就是116方 到178方 是啦 那麼鏡頭跟我來 那麼現在見得到的這一種呢 都已經是交流標準了 是啦 所以說為什麼 它這裡呢 一個亮點是什麼呢 它這裡所採用的 大家見得到 這個叫做 客服中心 是不是有些類似香港和澳門的大廈 樓下的大同會 一個保安會是這個位呢 是啦 那麼因為呢 它這個大德良行 也是世界排名的一個物業管理公司來的 那麼在這裡呢 就是有24小時的 呃 人員在這裡值班啦 是啦 隨傳隨到的 基本上 那麼一進到來呢 隔離 這邊呢 就是入門了 它是採用這個 人面識別 拍卡 和密碼的 那麼這邊呢 就是信箱了 所以它這些呢 就非常之符合香港和澳門的一種風格了 那麼現在我們就上去看看 那些示範單位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看靚樓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 提樓安排 你想到想在哪裡看樓和買樓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適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吧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壽算自家兄弟 那麼現在呢我們就厲害了 來到這個天一居最大的單位 八個方的空間在這裡 真的不是開玩笑 因為它做了一個示範單位 就造成類似有些高級的會所感覺 但它交流是無批的 但它交流是無批的 大家可以參照這些的佈局 來研究一下 那這邊呢 看見到了 飯廳是在這裡的 開派對完全沒有問題 這個位置呢 是廚房 廚房的空間是在這個位置的 那這邊呢 是一個工人房來的 工人房 工人房都是自己獨立的一個空間 還有衛生間 是不是非常之正 Mary姐姐就住在這裡 那這裡就是廚房的空間 那廚房空間這裡出去呢 它是有這個叫做 保姆的私人電梯 是的 這邊呢 人私性是非常之好的 是專梯專戶 人私性非常之高 是的 那這邊 我們這裡就買一個大平層 還有它一個豪宅的一個景觀 我們這間位置呢 是37樓 那麼這個377平的這個單位呢 在售的是25樓到37樓的這個區間 大家看一看 這邊呢 西北向望山景 那麼下面呢 因為我們已經是37樓了 望這些呢 居民樓 其實就不影響了 事是非常之開闊的 望山景 這邊呢它還有一個露台的 這邊呢一個生活的露台 是在這個位置 同樣都是西北向 望山景 那麼 哇 最美的位置在哪裡呢 就是客廳這裡 客廳這個位置 看出來 哇 整個八個坊 我都不知道它這裡有多長了 反正都整個八個坊的空間 就是在這裡 那客廳這個位置呢 看出來 哇 這個景 怎麼辦 豪宅啊 豪宅的景觀 應該是這樣的 整個澳門觀光塔 這裡真是看煙花 你不用排隊 非常之豪氣 也都見得到 袋子 對啦 哇 正啊 對啦 這裡呢 就是這個 天一居 最大面積 樓房單位 377屏 它的景觀 對啦 不說37樓 就算是25樓前面 你都沒有遮擋的 那麼這邊呢 一個公共的衛生間 也都是非常之氣派的 做得 那這邊呢 它有三間套房的 那麼來到這邊呢 就是其中一間套房 那麼它三間套房的景觀呢 也是望東南向 望澳門的景觀 完全是沒有遮擋的 這些主人房的 不是這些套房 這些空間感是完全不用說話的 對啦 真是 醫務間 主人房的醫務間 淋浴間 淋浴間出來 有這些配備啦 當然它在毛皮膠樓下 大家可以參照這些 的設計 來研究的 那麼主要是什麼呢 它這裡出來 還有一個露台 對啦 哇 非常之正 是不是 這裡可不可以說是兩百七十度的一個景觀呢 山景 水景 意思是叫做貝山望海啦 對啦 那麼剛才都說了 這個是其中一間套房 那麼接下來我們去看看其他兩間套房的一個空間 它是比較 格局比較分明一點的 這邊是一個套房 那麼通過這個大客廳 整百方的這個 這個空間 剛才我們就是在這個子母門這裡進來的 那麼其實它是分開左右兩邊 那麼左手邊剛才是客廳的一個活動的空間 那麼 那麼過來 回來 它如果在毛坯膠的時候呢 其實這裡是一個衛生間的一個空間的 那麼其實入門的右手邊呢 是另外的一個 區位的休息間 是的 那麼因為現在 大家看到 5號有5匯 因為它現在這個樣板間 是造成一個複式的一個單位的 37樓上面是複式來的 是的 那麼其實我們正常拍的 它是平層 377屏 它是平層單位來的 是的 那麼這裡正常它是封座的頂 是的 就是單層 不是複式 複式是不買的 那麼來到這裡呢 它就有兩個套房的空間了 第一個套房 是的 衣帽間 臨浴間 空間亦都是非常之足夠的 那麼它這邊呢 就是一個化妝桌做到的 這邊出去呢 它是一個叫做 小洋桌 小洋桌 雖然是什麼 但是也有景觀看的 比較開闊 小洋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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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正常這個應該都不開的了 這邊呢 另外一個套房 它的一個空間 非常之大的 真的 這邊的景觀 亦都是非常之正 你看看 你看看 看望得到我們 十字門 商務區的 匯展中心 金融島 橫銀金融島 小洋桌 澳門島 非常之正 那這邊呢 它的價位的一個區間呢 就是 1500萬到1700萬 這個幅度 那它 賣的這個 層數呢 就是25樓 到37樓而已 OK 那這邊呢 就是最後一間套房的空間了 同樣 亦都是望著澳門觀光塔 視野非常之正的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同樣呢 亦都是有配備 一個 洗澡房 是啦 私人洗澡房 是啦 空間亦都是非常之 的 豪宅區的一個標準 3877平 那剛才都說了 它 這裏的單位呢 應該是我們 我們 拍這麼多片來講呢 它是 算是最大的 377方的這一種 豪宅的單位啦 那當然呢 它給回業主所使用的一個 物業呢 亦都是非常之靚啦 都是這句 世界級的 戴德良好物業管理公司 管理費呢 是5元半 那同樣呢 每一棟 的樓下呢 是會有健身房 遊泳池 是免費 對業主開放啦 是啦 如果說 喜歡這種 景觀豪宅單位的 去問我們取得資料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不知道看完呢 今集 這個位處於珠海灣仔 能夠看到整個澳門 以至到澳門海景 環琴等等 全部看完 豪宅天一居 你看完之後 有什麼感覺呢 反正呢 這個項目 我可以跟大家說 應該呢 他往後慢慢賣 他都不需要擔心的 假若你對這個項目 或者是周邊的一些樓盤 真的感興趣 想拿多些資料的 歡迎聯絡我們 或者直接跟我們 去到這個區域裡面 實地考察 我是自家兄弟一湯 下條影片再見 大家好 我們自家兄弟為了配合通關後業務發展上的需要 已經在旺角彌敦道567號銀座廣場 增設了我們的物業展銷中心 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你只需要在油麻地站的A1出口 轉過來彌敦道這一邊 向太子方向走過去 約一分鐘的時間 你就已經可以來到銀座廣場了 或者你也可以選擇在旺角站A1出口 出來之後去回彌敦道這一邊 向尖沙咀方向走大概四至五分鐘 也可以直接來到銀座廣場 反正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而大廈也不會要求房客做額外的登記 我們就在銀座廣場的15樓1502A室 我們承邀你的到訪 了解更多關於大灣區的物業和資訊 有沒有試過想獲取樓盤資料 但是又不想這麼快聯絡銷售人員 又或者是擔心往後會有其他的電話促銷 自家兄弟貼心地了解到 每一位客戶的需要 所以如果想直接索取樓盤的資料 可以上我們自家兄弟的官方網站 無需登記成為會員又或者索取各界任何的個人資料 我們都可以給你任意瀏覽自家兄弟網站上面 任何樓盤的資訊 包括不同城市各地區不同樓盤的資料 你都可以在我們網站上面 隨時看到最新的資訊 樓盤單位數目 戶型圖 以及精美相片等等 應有盡有 假如你是想即場查詢 或者是報名我們的體樓安排 亦都可以在我們網站右上方按一下 就可以直接跟我們專人溝通了 你可以上網搜尋 自家兄弟 又或者在我們影片下方 已經有我們網站的連結了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鍵入去看看 我們以設期待你到訪 我們自家兄弟資訊豐富網站 搜尋你心碎的靈盤 大灣區自住投資哪裏好 找自家兄弟幫手 無論是市場熱話 熱賣靈盤 獨家折扣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自家大灣區VIP體樓安排 專車接送為你服務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瘦算自家兄弟